全世界几百个民族 几千种方言 在这些文字语言中 别的文字或者可以缺少 但是 神字绝不缺少 无论文明 野蛮 进步 落后 这一点无一例外 过去还未开化地描明 他们知道有神 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也都相信有神 所以 对神的信仰 是人类普遍的天性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 穷则忽天 痛则忽娘 就是拜神本能的表现 这平时可能不容易发现 但到穷途末路 生死攸关的时候 那个内心深处 敬拜神的本能 就会完全显露出来 人不只有敬拜神的本能 人的良心也证明有神 当人犯罪作恶时 良心就会责备他 所以许多人平时作恶多端 临死却会虚心悔改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些都是良心功用的证明 美国一位医生 曾用四五十年临床经验 写了一书 专门研究人临死的情况 他的结论是 无论什么人 当他临终断气时 都是十分痛苦的 唯独基督徒相信有耶稣 在十字架上为他们除去了罪 确实知道他的归宿 是真实可靠的天堂 临终前内心有格外的平安 甚至有些基督徒临终前 一边唱诗 一边安慰家人 平安离世 也许有人怀疑这是心理作用 若是这样 为什么假神不能安慰他们呢 事实证明 凡没有真神作为根基的宗教 绝不能安慰一个将死之人的灵魂 叫他不怕死亡的威胁 儿子总有一个地方像父亲 或者说话像 或者走路像 人既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无论怎样堕落 总有一个地方像神 这就是良心 是神所留下的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